其實過去也都是蠻常會在社群上啊 然後或是在Costcard這邊給分享的一位講者 然後每次給一題其實都蠻精彩的 那今天他帶來的topic是Go Generic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他 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Gaston Piegeist後面有點小壓力啊 然後這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Go Generic 那基本上Go在1.18的時候 就是新增Type parameter這個新的feature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還不錯的時間點 來大家帶大家就是 回顧一下過去的過程 在整個過程當中的一些發展 今天大致上會分成四個Session 然後我會盡量的講完前三個Session 那第四個Session我覺得 以我自己記錄的經驗其實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機會講到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這個Slide應該會再公布開了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好那我們就進入第一個Session 首先呢我們先來講一下 什麼是Generic 那就是Programming是一種 就是Compute Programming Style 那它的 恩 問題就是在於說我們希望把這個 StrongType System 這個Type System跟 Data Structure跟Agreason之間做一個區隔 把它就是Decouple開來 恩 這樣子講可能有點抽象 我們看一個比較具體的例子 首先我們這邊 恩 給定一個這個Stack 那Stack就是一個 FirstInvestOut這樣的 Data Structure嘛 那可是呢我們這裡面這個Item 它其實 跟這個FirstInvestOut這個Stack 其實是沒有太大的關聯性的 我們可以說這個 裡面存存的Item 不管是任何形態 我們都不太在意 只要是這個FirstInvestOut 這樣子的行為 就是符合就可以了 好 那在沒有Generative Programming之前呢 我們必須要 透過就是每一個 就是每一個 就是每一個Function都給它 就是每一個Data Type都給它一個 給它一個 給定一個Function 例如說我們這邊有一個 Stack的Integer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有一個 Integer的Stack 那 我們有一個 String的Stack的話 我們就必須 做兩個份Defination 首先呢就是 第一份就是對這個 Integer的Stack進行操作 那第二個份就是 下面這邊對這個 String的Stack進行操作 那這就是 我們不希望發生的狀況 因為 這份Core其實基本上 就是CopyPaste而已 但是 由於因為 那個Type System不一樣 所以 我們必須Copy兩份 那如果我們越多的這個Type 那我們就 越來越多份 所以這樣造成什麼樣的問題呢 就是第一個 我們的 這種 是不能被reuse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如果經常寫Library 我們沒辦法去預知說 Client今天是要Define自己的Stack 然後 傳到我們Library裡面去 那我們也可以說 這個Type System 也跟Auguration 是有一定程度的Coupled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就是 這個Go到底提出了哪些解決方案 那第一個Season呢 就是所謂的Boxing 那Boxing 大家應該比較熟悉喔 就是 就是所謂的這個 Go提供的Interface 跟Empty Interface 這兩種方式 就是來把這個 Type System抽象化掉 那這整個Boxing的過程 會發生在Round Time裡面 我們這邊就稍微 講一下說 這個 Go 在底層10座 Empty Interface 跟Interface之間 其實拆開來的 所以我們這邊特別 稍微強調一下 大家這邊看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 之後再講10座的時候 這個Empty Interface 跟Interface之間 會是不一樣的 好 那既然我們有這個 Empty Interface跟Interface 這件事情之後呢 我們就會 要有一個Unboxing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把這個 呃 形態Boxing成一個 Empty Interface 或Interface 所以我們 當我們就要對這個 裡面物件進行操作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做個 呃 Unboxing動作 那首先第一種方式 就是Type Assertion 這個大家應該也比較熟悉 我們來看一下一些例子 好 呃 這邊我提供 這邊我們寫了一個 就是透過Interface 透過Empty Interface 把這個Stack抽象 的Type Season抽象化起來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 同一個Stack 的 呃 function來做 這樣的Data Structure 那這部分大家應該也比較熟悉了 就是 我們 嗯 抽象化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Stack裡面的東西 丟進去跟拿出來之後 我們必須 對這個 Empty Interface做一個Type Assertion 那我們這邊通常就是寫一個 3Case 然後對這個 這個裡面這個Empty Interface 拿它底層的Type 然後 再針對它的形態做Assertion 然後最後我們才可以對 這裡面的東西進行操作 OK 那這個Type Assertion 基本上 還是有點 跟這個Algorithm之間 是有點Couple的 原因是因為 我們必須知道說 這個Type 它會有哪些形態 我們才有辦法去做Assertion 那如果我們不知道 我們就沒辦法進去Assertion了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在這個 呃 Algorithm Data Structure裡面 都必須要去 對裡面知道形態做操作的時候 我們就勢必要知道它的形態 那 在這種情況下 還是不是很好的 那再來就是說這個Type Assertion 根據它形態的 就是 Assertion多寡 或是3K多寡 呃 有不一樣的Performance penalty 好 那再來另外一種方式 也是 呃 也是存在蠻久的 就是做Reflection OK 這邊是一個Reflection程式嘛 那 基本上我這邊 寫一個 這是一個Filter function 那它會傳入一個 那個 它兩個傳入子都是Interface 都是MP Interface 分別是Data跟Fn 那 傳入的第一個值就會是這個 一個 Integer Slice 或者是一個String Slice 等等的 它 它可以是任何的形態 那第二個 第二個Function就是 我們把這個 裡面 我們做一個Filter 像第一個Case的話 這邊這個 26號這個Case的話 就是 我們提供一個 把 這個Integer Slice 裡面小0的值 都Filter掉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把這個 AntiString都Filter掉 那這兩個Function 就是一個 這樣子一個 Filter function 就是可以Support 我們 提供不同型態的 這個 Generic Filter Function 那這邊有一個 不太好的地方就是 其實這樣寫起來 其實不是很好 因為 你會發現說這個 Data跟Function 這兩者都是 一個MP Interface 那我們在做Reflection的時候 其實是對這裡面的 指做 強制轉型的 所以 假設我們今天填入的 Data跟Function 都不符合 我們其他 它的型態的話呢 它就會造成Panic 好 所以我們再稍微 改寫一下 這看起來就 變得有點噁心了 就是我們 首先呢 第一步呢 我們要先對這個 Data跟Function 上面這一塊 在 就是我們對Data跟Function 做 一個 就是做一個Type Check 嘛 那把這個 Data跟Function裡面的 實際上裡面的 值去把它取出來 把它的Types取出來 然後呢 確認說 這些Data跟Function 這兩個值 都是符合 我們所其他的型態 例如說 我希望Data 是一個 Point of Slice 那Function 是一個 有一個 傳入值 然後最後會Return 一個Booling Function 所以我們必須對它 做型態的Check Check完之後呢 我們才可以寫一個 才可以把真正的 這個Function的邏輯 放在這裡面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到底有什麼樣的缺點 就第一個呢 這個剛剛看到 那時候滿有新的程式嘛 就是 第一個 很難Maintain嘛 就是 看起來就 就是不直覺 然後 這個我們必須 跟我們平常 在寫程式的那個 方式也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必須去學習這個 Reflection這一整套API 我們才有辦法去 實作出 這整個Call這樣子 然後 我們也很容易 去漏掉說 某些地方 忘記去Validate Validate它 然後造成就是 神字馬的Panic 再來就是 剛剛那個Validation過程 每執行次 就要Call一次 所以我們可以 在Compiler做這些 Check 變成一到Runtime來做 好 既然我們剛剛講完 Boxing 你看到這個Boxing的 優缺點 那我們來講第二個 第二個C層是 這個Modifierization OK 那Modifierization呢 我們用這個 第一個 我們先擠一個簡單的 例子讓大家理解 什麼是Modifierization 首先呢 我們 來看一個簡單的層次嘛 好 好 這邊我們先提供一個 這個String的Template 然後 一樣我們是為了 寫一個 這個Generi的Stack 但是我們把這個 Diatype的部分 用一個 Placeholder把它 把它取代掉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一個 Codgene的Tool 然後把這個 TypeName啊 FunctionName啊 取代成我們想要它的型態 比如說我們需要一個 Integer的Stack 那我們就在這個 TypeName上面填入Integer 等等的 那最後我們就提供一個 就是 簡單的 replace的過程 然後透過這個 String啊 然後把這些 String啊 Integer啊 或是Person啊 這些我們想要的型態填入進去 那最後就會產生一個 就是 Codgene的結果 就講這個樣子 我們會針對 我們透過 剛剛Codgene的程式之後 我們就會 產生一個 就是 產生不同的 根據不同態 產生不同的Stack 那我們再根據這個 產生結果來Code 就可以了 那剛剛這個過程 就有點接近這個 TypeParameter它 底層的一些 實作方式 但是完全不 但是說還是不一樣啊 但是 它的概念是蠻像的 就是 就是我們透過 這個Compiler去幫我們 做Codgene這件事情 那剛剛這個 有一個缺點就是 我們是用 TypeString 就是 StringTemperate的形式來做的嘛 那 缺點就是 不好寫 因為我們沒辦法 在那個StringTemperate裡面 做一些 Compiler原本應該有的 SyntechTrack等等 再來就是 比較難去 Debug 好 那 我們會給D 在前面再加一個 P 然後 PanyQany這樣子 這是當作 TypeTemperate 這個 所以這個 P跟Q就是 TypeParameter的Name 然後 Any就是 TypeParameter的Constraint 這樣講可能 有點抽象 那我們看一下 一個 剛剛一樣是Stake的例子 在我們這時候用 這個 這次用這個 TypeParameter來寫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邊我們就給定一個 T 當作這個 然後後面給定一個 Constraint 那Constraint Any意思是說 這個不管任何 DataType都可以符合 這個Any的Constraint 它其實底層就是一個 Mt interface的概念 所以 當我們今天 上面這邊這個 comment就是 當我們真實在 call這個 Stake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 給這個 Integer跟String這兩個Type 那 在 Compiler裡面 就會幫我們把這個 T取代成這兩個Type 然後再進行這個 就是再把這個 程式碼式上去 build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說 當我們做這件事情之後 這個T 會不會取代成 Integer 所以當我們真實在 call這個 或者是push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再做 TypeAssertion 好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才提供這個 TypeSet的功能 那它底層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這個 一個自己定義的 interface 例如說我們這邊 定義一個叫order的 interface 然後裡面可以給 一群TypeSet 比如說integer 14Point等等等等的 只要是符合這個 TypeSet的 Constraint就可以了 所以 當然這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我們可以 假設這個TypeSet都有 都是有符合某些 operator的 例如說 它可以做小於 可以做等於 這個operator 那我們就可以 在這個 golderslice裡面 實際上去使用 這小於operator 那剛剛那個 any的case的話 這就是不行的 那我們看一些 就是Type 看一些那個 TypeParameter的例子 首先 首先剛剛這邊提到的 我們就是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實際上 就會像這樣子 我們也給定一個 就是Stake 然後給定一個 IntegerParameter 然後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 在pop之後 直接變 它就直接 這個item就直接是 integer的型態 那我們可以直接 對這個item進行操作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用generator寫出來 sorting function 我們這邊 給定一個order的 constraint 然後裡面就會有 各式各樣不同的 TypeSet 所以只要符合 這個TypeSet裡面的 我們就可以使用 例如說 Integer也是符合 這個order TypeSet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 透過這樣的方式 建一個order slice 那這個order slice 它就是可以 變一個generator的型態 那實際上底層 其實 還是 我還是去call這個sort 就是 Standard Leverage的sort 那這邊有個 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 給定的type 例如說 我們想要堆一個sort 做sorting 是沒有辦法 使用這個function的 因為 它是不在 這個TypeSet裡面的 所以我們可以 再稍微改寫一下 這個 讓它更generate一點 好 再來我們就給定 我們再做另外一個 就是order slice 這時候我們 這次我們就用這個 any的方式 來做一個order slice 可是 這樣的缺點是什麼 就是我們沒辦法在裡面 實際上去call 這個小於的 的那個 operator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變成 用一個compared function 去取代 在 這個order slice的時候呢 我們就給定一個 compared function 然後再 把這個compared function 就是做 把小於取代這個compared function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實際上去call這個 這邊 這個person 我們就可以用person 來當 把這個person做一個order 那 只要給定這個person的compared function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稍微 再講完了這個 就是整個大系統 就是 總共有boxing跟 我們fibrilization 兩種 系統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說 這個 這裡面的底層的 一些機制是怎麼做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interface interface的話 它會有 這邊這個是沒有 這裡面有 代function interface 那它就在 代go裡面 被定義成這個iface 它裡面總會有兩個字 第一個是itap 第二個是一個data 那itap裡面就會存的是 這個interface的一些media data 例如說 這邊這個function就是 我們這個interface裡面 實際上可以call的那些function 它存在這個function裡面 那這個data裡面就是 實際上存這個interface 包起來的那個 真正實際上的值 好 那麼多過這個 interface跟emptyinterface 兩者之間 是才可以來始作的 所以 我們這邊看一下 這個emptyinterface 它長什麼樣子 首先呢就是 它會有這個type 那type裡面 這個type裡面存的就是這個 實際上這個底層裡面所存 所包裝起來的值的 metadata 它存在這個type裡面 再來 另外一個是data 一樣跟那個 interface一樣 就是我們會存這個 包裝起來實際上的值 所以 大家稍微看過就好 這個有一個印象就好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type的設定怎麼做的 首先呢我們這邊寫一個function 那它 它 把這個 11932這個值 assign給 11932 那 i就是一個11932值 那第二步呢 我們就是把這個 i assign給一個emptyinterface 所以我們 目標就是 組成最上面那邊 這個emptyinterface 需要那兩個值 第一個是type media data 第二個是data 好 那type 那個type 那個底線type是怎麼來的 它是從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組合語言這邊 就是第一個 它是從這個 global variable sbglobal variable的部分 然後把這個type unt32 roll進來 呃 這件事情就是可以證明說 所有的unt32 都是 share同一個這樣子的一個type的 所以 所有的unt32的這個type meat data是一樣的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要組成這個data 所以 它就會call這個 convert t32 那根據這個 底層 這個這個型態不同 它會call不一樣的方法 那我們這邊就是為了demo 所以我們 呃 稍微看一下 這個主要其實還是 透過這個 unset pointer 把 unt32的值 實際上就是把它轉成 這個unset pointer的部分 所以這樣我們就可以取代掉 我們就可以 得到 emptyinterface所需要兩個值了 好 那下一步呢就是我們把這個 實際上的設成 z 你有沒有發現z z是unt32嘛 所以我們可以對這個 emptyinterface做一個session 那其實就是把剛剛那一步 就是反過來做 首先呢 我們看到 我們第一步是先把這個type 跟type maiat data跟data 這邊 這兩個把它 login register 然後呢 這部分是比較關鍵 就是我們一樣是從這個 就是 google variable的部分 剛剛我們是從google variable login來嘛 那我們這次也是從google variable login來 那把這個 emptyinterface type 跟 實際上 這個 跟這個type1c32的指 最為compare 如果相同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指 而sign 如果不同的話呢 我們就跳到下面這邊 就是 進行 就是做一個panic 那其實它就是把 這樣子的過程 就是把一個 emptyinterface 解開來的過程 解開來的過程 好 然後再來下一步 我們看reflection OK 來不及 好沒關係 這個reflection呢 就是 我們先看一下reflection裡面定義的 這個emptyinterface 你會發現說 reflection裡面定義的emptyinterface 跟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e interface 是一樣的 它其實就是一個 copy from 原本runtite的emptyinterface 所以 但它有個差別 因爲 之所以要再定義一次 是因爲 它把裡面的一些data 原本可以拿到一些meda data 透過functions export出來 讓我們可以去使用 所以 剛剛那邊rtype podge有一些 export的functions 我們這邊稍微列一點點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funnels 被export出來 那 最主要就是讓我們可以去取得 裡面底層的meda data 那 我們就看一下 基本上reflection 比較核心 就是兩個 兩個functions 第一個是typeof 一個是valueof 我們這邊先看typeof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說 這個 i其實是一個emptyinterface m是emptyinterface的意思 那 它把它 拿進來之後 強制轉型成這個 reflection裡面的emptyinterface 那由於它們兩個是 在mary裡面都是一樣 長一樣的 所以 它可以做個強制轉型 那最後 最後一步就是把這個 emptyinterface 呃 轉成這個 就是把這個 直作轉成這個 interface的型態 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typeof 再來我們看一下reflection的value valueof 它裡面就有兩個字 一個是typeofdata 另外一個是 就是pointer 那 基本上這邊做的事情也蠻像 就是我們透過這個 強制轉型的方式把 原本的 interface轉成emptyinterface 最後把這個紙 全部組裝起來 組裝在value裡面 它裡面也是存這個 就是rtype跟原始的資料 還有一個flag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如果今天想要從這個reflection 拿資料的話 我們就會call 它的function 然後對它做強制轉型 如果轉型失敗的話 就會 就會 就會panic 好 那我們之後看一下這個typeparameter 好 typeparameter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stensoring 它做的事情就是把一個function 例如說我們這邊 先給定一個generate function t1 t2 然後 我們 知道說我們會有兩個function 第一個是integer14.64 那個 那個 那個是integerStream 然後把它解析成兩個function 所以 在compile from end的時候 把它解析成兩個不同的function 然後再進行compile 它概念就是永遠就是這樣子 不過這邊call其實做了一些 簡單的優化 第一個就是做這個gcstrap grouping 所以 基本上 我們是可以透過這個type 然後定義 自己的一個形態 然後它底層是這個integer跟14.64 但 這樣子 我們自己定義的型態 如果底層是 跟這個 這邊integer跟14.64 跟我們自己定義的型態 它兩個會被解析成同一個function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優化 再來第二個優化是 它把這個 pointer的type 全部都解析成這個unt8 所以 不管是這個 不管是你今天 給定的是這個 pointer 或者是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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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會被解析成同一個function 這樣也是 呃 減少了這個cogen的數量 好 然後這個generate function 它其實 是跟原始的這個 它是跟原始的interface 其實是compatible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generate function 裡面去call這個 person 這個interface 所給定的這個 這個function 至於說我們剛剛可能 這generate裡面其實只有 原本只有傳這個type的部分 可是 為了要給這個 呃 可以 為了要compatible with這個 原本的interface 所以 它另外把這個itab也傳進去 所以在所有 generate function code裡面 它都會在 額外帶另外一個 argument 就是dictionary 那裡面呢 主要就是這個type的metadata 跟這個itab 那itab 那itab裡面就可以 拿到這個function pointer的位置 好 不過這邊有一個 要注意的一個點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 定義兩個interface 分別是person 跟person2 那它implement 是同一個function 就是game name這樣子 那這邊有一個person implementation 那它就是implement person 跟person2的一個始作 這邊我們兩個function 分別是interface person 跟interface person2 那它 差別就是在於說 它傳遞的這個 這個 這個子皮是分別是 不同的兩個interface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是這個generate person 那它是用這個person 當作 當作constraint 那所以在這個function裡面 它還可以去call game name這樣子 好 然後 這兩個其實會有差別的 就是 我們call interface person 跟interface person2 這兩個function 實際上 compile的結果 是不一樣的 原因是因為我們這邊 把這個person implement 轉成這個person 這個型態 這個interface 在傳遞進去的時候 因為第一個 它的定義是person 那第二個是person2 所以在第二個 狀況之下 它會做一個 就是 而設 interface to interface 它會把原始的person 轉成這個person2 的型態再進行call 那所以 我們通常會 不建議在 我們通常會 建議說 我們傳進去的最好是一個 始作 而不是一個interface 也 大部分上也是 可能也是這個原因 好 所以 有這個 有這個前面的ology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generate 這邊我們做的事情 是一樣轉成 這個person 這個interface 但我們傳進 雖然說我們在generate person 這邊定義的這個person 是跟原始的型態是一樣的 可是 它實際上還是會call這個 這個 rontime asset interface to interface 這邊原因可能是因為 它 因為它傳進去 那個是一個 它傳進去是一個 i-type的形式 然後 這邊 它沒有進行優化 所以 所以儘管說這個 雖然說這兩個type 是對的起來的 但是它實際 它還是會把它當作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interface 然後 然後 做一個那個interface 轉型 所以 這個是 在實作上可能要 在寫實用上 比較小心 它會跟這個 interface person2 是 compile出來是 差不多的 好 就這樣囉 那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好像 因為 講得很快 不好意思 好 就是大家對於 大家有什麼問題 然後 剛剛忘記提到 就是 說問題的 我們有準備這個 coland的 明牌的掛盤 好 請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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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它問題是 就是在這個開發上 有什麼 應用的場景嘛 然後 嗯 如果說你啊 今天是為了寫Library啊 等等的 其實是可以 考慮使用這個 使用Generic 會比 如果你使用interface 才是方便 很快速 這樣子 對 好 然後 就大家在使用 generic的時候 其實還是 最好是做個 就是做個branchmark 然後因為 其實這樣實際上 底層很多優化 它可能不一定支援的 這麼足夠 對 嗯 好 那就 還有嗎 請 請說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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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你的問題是說 如果今天 要升級成go1.18的時候 新增的 像是必須新增 如果想要做這個generate function 然後所以會同時有兩個版本的意思嗎 你可能也是做一個library 然後這個library同時有兼容 1.18以上的話就可以兼容 然後但是當你在 就還在用旧版能夠的時候 就沒有用到 但是也是可以用到這個版本 ok 呃 我所知道的是 這我真的不知道欸 好 我幫他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你可以用tag 在compile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在你的防水上面加個annotation 就是你可能要 spacepad你到底是要哪個版本 所以在compile的時候你可以寫兩份 對 就是你可能沒有辦法直接用那個語法 對 但是你可以for example 你的library想要兼容就是 1.18以上 或是1.18以下 那你可以在那個始作上面就是寫兩份 然後你在 上面加上一些compile的tag 所以他在compile的時候 會based on你 你現在的版本 決定你要用哪一個 對 大概是這樣子 謝謝 謝謝補充 感謝大家 請說 嗯 嗯 嗯 謝謝